说起武侠小说 金庸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人物 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引领人物 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几乎都是伴随着他小说成长 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 已经成为了大部分武侠爱好者查阅饭后的谈资 不少小说也反复的拍摄成为电视剧 这让金庸的名气也变得家喻户晓 神雕虾语无疑是金庸老先生成功的作品之一 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杨过和小龙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几经翻拍 但是热度依然不减 杨过的一生十分的坎坷 生父杨康早死了 他被送到了全真教 因为父亲名声不好 他经常受到欺负 但后来的杨过先后和欧阳峰学了蛤蟆功 跟小龙女学习了古墓派的剑法 之后更是历经坎坷 学会了弹指神通和欲削剑法等 等到他断掉一臂后 与大鹏教学习次创 黯然削混账 成为小说中无敌的存在 学成绝世神功的阳果 在民族大义的面前 他放下了所有的仇恨 和郭靖一同参与到了保卫襄阳的战争中 金文法王因为炼成了十层龙象波热功 找到郭靖前来对决 可惜即便使出了降龙十八掌 也无法将金文法王击败 最后还得杨过出场 一招黯然削混账 立马让金文法王找不到北 襄阳也因此度过危机 杨过和小龙女也从此退出了江湖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 在杨过退演江湖时 曾经收了一名徒弟 经历了杨过的指点后 他自创门派 成为了一代宗师 不仅武功超越了杨过 联名气也远胜杨过 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张三丰 武当派的创始人 当时的张三丰还叫张军宝 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自卑 他协同绝缘 一同追拿 盗取九阳真经 那尹克希和萧香子 在路上遇到杨过夫妇 杨过见他骨骼惊奇 不禁对人才惺惺相惜 想到自己一身武艺隐退 后不就可惜了吗 有意无意的就促使杨过 对张军宝进行指点 张三丰也没让杨过失望 凭借九阳真经的弟子 他学得特别快 最终一举将萧香子和尹克希拿下 虽然杨过只是对张三丰 进行了简单的指点 但是在那个年代 就算是师父 也不一定很将真才实学 交给徒弟 杨过能对张三丰进行指点 已经达到了师父的情分 就是这次的见面 让张军宝遇上了 影响他一生的女人 这个人就是郭湘 但是郭湘却担恋杨过 而杨过指中情与小龙女 张三丰有单恋郭湘 四人的恋情错综复杂 最后杨过与小龙女退演江湖 而郭湘与张三丰 却一个终生未嫁 就像载身一样的一种 赑贝产 赑贝产